高雄警方在岡山區逮捕到三名嫌犯 有來介意火人 他們呢先在網路上面設下了詐騙陷阱 謊稱跟求職者說 只要提供銀行存折操作虛擬貨幣 每個月就能分紅一萬塊錢 嫌犯眼看這一名靈性被害人上鉤了 趁著面膠的時候 槍壓他還軟禁了12個小時 那最後呢 警方是攻堅逮人 進入巷弄內 警方挨家挨戶 小心翼翼綁茶 就怕打草驚蛇 快 快 快走 快走 一發現嫌犯踪影 袁警全副武裝 展開攻堅 另外一個 高分被喝斥 只見嫌犯還想裝無辜 但警方根本不理會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在哪裡了 袁警繼續進屋搜索 就要將惡劣犯嫌一網打盡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原來這群惡煞 日前在網路設下詐騙陷阱 謊稱求職者只要提供銀行存折 操作虛擬貨幣 每月就能分紅一萬 眼看靈性男子上鉤 犯嫌趁著在桃園中壢面交當下 強壓對方上車到高雄岡山 並軟禁12小時 好在被害人趁機逃出 警方也展開逮人行動 本分局得知臨南遭到拘禁的處所 前往現場強勢攻堅 三名嫌疑人當場依詐欺 妨礙自由等罪權逮捕 遭到移送看似一臉懊悔 但嫌犯囚禁被害人可是模樣凶狠 甚至手持武士刀跟電擊棒威嚇 如今全遭神之依法 就要替自己的不法行為付出代價 而警方也仍持續追查 究竟還有沒有其他人受害 這有高雄壯寶寶